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数位逻辑实习的学习课程 我是正常权老师 在接下来这一个课程里面 我们将教大家如何来完成 时钟脉冲产生器的第三个实验 在时钟脉冲产生器的第三个实验里面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食音晶体原件它的特性 还有食音晶体震荡电路 还有怎么来完成这一个电路的实验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一个课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食音晶体原件它的特性 一个切割研磨好的食音晶体 它就像这样子 在它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时候 那么它上面的正物电会是均匀分布的 当它在某一个方向受到力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在一边产生正电 另外一边产生负电 如果施加压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 那么它的增负极性也会就跟着改变 这种我们就把它称为压电效应 那么这种压电效应就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像是压电式的麦克风 就可以利用这种压电效应把声音的能量转变为电的能量 这是机械能转为电能的一种方式 那么它也能够让电能转变为机械能 如果我们在左边这里把它加正电 右边这里把它加负电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它产生了形变 如果我们加电压的方向是跟刚才相反的 那么它形变的方向也会跟着相反 这是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实音晶体它的原件结构跟符号 那么它通常就是一块实音晶体 然后再加上两个电极片 这个两个电极片就是用来施加外面的电压用的 那么它的符号长得也跟它实体的物件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音晶体的几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它的切割厚度 还有它的长宽等尺寸 就会决定了它的震荡频率 第二个因为目前加工技术都非常的好 切割还有研磨都可以做到非常的准确 所以实音晶体呢 它可以做到频率非常的准 通常呢都是达到百万分之一等级的 它的频率精确度非常的高 第三个它有高阻抗的特性 我们知道实音晶体它是属于矿石 所以它是不导电的 也就是说它所需要的电流非常小 所以使用的时候它的功率就会消耗非常的小 接下来还有个特质 就是它的品质因素很高 我们知道品质因素是储存能量比上消耗能量 因为它消耗的功率很小 所以它的品质因素就相对的非常的高 接下来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的高 当我们环境的温度 湿度或是其他因素改变的时候 它的频率不太会改变 所以它的稳定性是非常的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音晶体它的震荡电路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实音晶体是如何震荡的 这是我们一个电路的示意图 当我们把开关按下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震电压将会施加到实音晶体上面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说 如果有一个铁齿放在桌面上 然后我们用手施加压力下去 那么那一个铁齿就会产生形变 这时候这个震电压加下去的时候 这个实音晶体它也在产生形变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把压在桌子上的铁齿放开之后 那么铁齿的形变会让铁齿它再弹回去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源打开的时候 刚才实音晶体加电压使产生了形变 也会让实音晶体它弹回去 那弹回去它就会产生所谓的机械能变为电人 那这个电人就会往这边来回路来跑 那么呢 因为它是不断的弹跳弹跳 不会马上停止 所以那个电压那可能会就像刚才往这里跑 然后等一下又往这里跑 那么如果呢 我们这里呢 不再是用一个电容 而是用两个电容的话 那么当它往这里跑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正负正负 那么过一会儿呢 它可能又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变成负正负正 那么电容上C1跟C2 就可以分得不一样的电压 这C1和C2分得不一样的电压 所以呢 C1C2可以决定我们的分压比 那么呢 当这边在正的时候 这边正在负 这个负呢 我们拉回来一个反向器 这个反向器呢 后来这边又变成正了 那么呢 又跟原来的相位是一样的 所以整个回路就会变成 所谓的正回收电路 我们知道正回收 它就能够产生震荡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 不断震荡的 实音经理震荡电路 那么实际的电路呢 我们还会加上其他几个元件 第一个因为CMOS 它是高阻抗的 如果呢 我们就直接实音经理 把它接在这里 而实音经理也是高阻抗 那么呢 这个输入角 它会变成永远都是 接在高阻抗的位置 那这个高阻抗呢 就是形成电路 所谓的伏接 伏接的电路 很容易受到外界静电的干扰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 再加上一个RP的电阻 这个电阻也是一个很大的电阻 但是最少不会让我们的输入呢 变成是所谓的伏接状态 第二个 因为呢 我们这输出呢 再回来这里 这样过来这里 这时候呢 因为实音经理 它本身呢 是研磨得非常的薄 那么呢 如果太大的电压冲击呢 有可能会把这个实音经理 给打坏掉 所以呢 我们会在这里 再串联一个RS的电阻 这样可以减少它回馈的能量 可以避免这个实音经理 被打坏掉 所以最后真正实用的 实音经理震荡电路 我们会用到一个 CMOS的反杂 还有实音经理本身 还有两个决定回收 大小的电容 还有一个 可以避免伏接的 应联电阻 还有一个减少回馈能量的 串联电阻 而当我们购买到一个 实音经理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 这个实音经理呢 外面能够接的 负载电容是多少 所以呢 当我们买一颗实音经理的时候 最好也是能够拿到 它的资料手册 来看看它外面 可以接的电容负载 是多少 这样才可以让这个实音经理震荡在最精确的值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电路实验 首先这是我们要实验的电路图 那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 IC CD4069 它是CMOS的反向器 接下来有一个10MΩ的电阻 330KΩ的电阻 还有两个33PKF的电容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实音经体 32768Hz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电路呢 接头在面包板上 然后用试波器去量这个Vo这个地方的输出波形 量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输出波形 画在方格纸上面 然后同样的要记录试波器上 目前是切在每一个多少秒的档位 还有电压式切在每一个多少幅度的档位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由我们量测到的这个周期 来计算出我们这个电路 它的震荡频率是多少 量测结束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我们实验的结果 它所产生的频率 跟实音经体它上面所标示的频率是否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各位可以拿到频率计数器的话 也可以用频率计数器来接到我们电路的输出 那么我们看到的数值 应该会比试波器上所量测到的还要准确 如果最后量测的结果 跟实音经体所标示的频率 有稍微乌差的话 各位同学也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原因可以改善 不要让它误差变大了 经由上面的学习 同学应该学会这几项东西 第一个就是认识实音经理原件它的特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了解实音经理震荡电路的结构 跟它的原理 最后要能够独立完成电路 并且正确的量测出来它的结果 同学都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不熟悉的地方 记得回去看头影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